《星际大战》,蓝光版引发争议,美国导演乔治·卢卡斯最近再次成为画的焦点,他因1977年的经典作品《星际大战》而闻名,但对物这系列作品的不断修改,他经常受到批评,卢卡斯曾通过前传三部曲来阐明原作中的复杂关系,意在满足影迷对未解之迷的好奇心。 然而,这一举动却引来了不少争议,有人认为这破坏了观众的想象空间,有人批评他的技术过时,还有人指责他只看重商业利益。 最近的争议员,乌他计划在今年秋天之前发行《星际大战》六部曲的蓝光版本并附赠一部纪录片,批评的焦点不在乌发行蓝光版的必要性,而在乌他选择不发行1977年的原始电影版本,而是选择了2004年的DVD数位修复版本。 卢卡斯的理由是原始版本的画质不佳,追求完美是艺术家的本能,正如名作家金庸多次修订他的故乡小说一样。 然而,这种追求也引来了批评,有人认为这是为了再次牟利,有人不满情节的更动,认为这损害了原作的魅力。 卢卡斯被批评的一个,主要原因是他不愿意发行1977年原版的理由是数位修复过程的太阳会,这种态度让人感到失望。 人们回顾他在1988年美国国会听证会上的发言,当时他坚决反对将黑白经典电影彩色化,主张保护我们的文化历史,不对后人开写。 卢卡斯曾在1997年表示,导演有权利回到过去,重新整理素材,创造新的电影,这与他反对彩色化的立场有所不同。 彩色化改变了原作的光影和质感,而导演的修订则是创作过程的延续,记忆是争议的核心。 1976年的影迷,如果观看2011年的《蓝光版星际大战》,会发现两者并无太大差异。 然而,即使只有微小的差别,也足以让记忆与历史产生偏差。 《星际大战》已成为历史的一部分,而卢卡斯对无他的特权感到自豪,这也让一些影迷感到不满。 这个改写版本试图保持原文的主要观点,同时以更简洁的方式表达,并且更新了一些信息以反映最新的发展。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